嗨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最後續史詩問人生攻擊頻道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聊聊時事文學跟一堆雜七雜八的東西 這支影片我們來聊聊流麻溝15號這部最近上映的電影 先講結論 這部電影我覺得很值得一看 雖然它以白色恐怖為主題好像已經被講到爛掉了 這個題目都很大常常出現 但如果你真的去看就會發現 我們不知道的細節還是很多 這部電影提供了很多我們不曉得的這種 白色恐怖底下生活狀況跟綠島的特殊情形 這部流麻溝15號基本上就像是綠島監獄圖鑑一樣 還用整整兩個小時的電影 讓你看到在綠島上的人們過著什麼樣的日子 既有壓迫與鬥爭也有愛情與理想 所有東西都all in one 流麻溝15號以女性政治犯為主角 這電影裡面的角色幾乎在歷史上都有所本 所以都是真實改編 不過我今天的影片並不太想特別去講這些政治犯的故事 因為在網路上已經有很多文章補充過了 我想要來聊一個一般人不太會注意到 但我這種文學人會很有感的細節 如果你看過電影 沒看過也沒關係 你去看了就會知道我在說什麼 但如果你看過電影你就會發現 整部電影裡面的政治犯 不知道為什麼一直被強迫於參加一些奇奇怪怪的文藝活動 文藝活動真的 比如說電影一開始 獄卒要強迫主角們參加良心救國運動 救國運動這聽起來很硬對不對 那你想像中救國運動要幹嘛 正常來說救國運動好像就是應該要去參軍捐錢 鼓勵生產這些很重要的大事 結果沒有 這些政治犯們登記要參加的都是畫海報 寫書法跳舞之類的這種文藝活動 奇怪了救國呢 然後到了電影的中後段 這故事的重心甚至轉移到一場戲劇公演上 好幾位主角都要被叫去排戲 畫布景 唱歌 訓練演技 這些有的沒的 奇怪了他們不是來坐牢跟感訓的嗎 怎麼搞得跟才藝般一樣 好 這個東西其實是有道理的 這就要從反共文藝這個脈絡開始講起了 劉媽公15號的故事發生在1953年 這個時期正是國民黨反共文藝政策最強勢的年代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政策呢 主要是1949年 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被共產黨徹底打爆了 他被迫流亡到台灣來 等到他們在台灣站穩腳跟之後 他們就開始想啊 為什麼我們 他們 我們會被共產黨打得這麼慘呢 他們找出來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 因為共產黨滲透了所有的作家 記者 劇作家 這些藝文界的人士 導致呢 市面上所有文藝作品 幾乎都在為共產黨宣傳 意識形態上全部都站在共產黨那邊 所以國民黨才會失去民心 所以我們才會一敗塗地 這個想法其實只對了一半 共產黨有沒有滲透文藝界呢 是有的 毛澤東早在1943年就發表了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 提出了共產黨的文藝政策綱領 要求藝文界人士都應該要為了 階級鬥爭這個政治目標而創作 都要去寫一些工農兵啊 這些無產階級大眾相關的作品 但是並不是毛澤東提了 綱領文藝界人士就直接立刻接受了 沒有這麼簡單喔 另外一半大家都會倒向共產黨的原因是 國民黨在中國統治非常糟糕 類似在台灣228這種屠殺事件 在非常多的省份都發生過 甚至還有規模更大的 所以當時任何一個有良心的知識人或文化知識分子 絕對都不可能無條件支持國民黨 就算支持國民黨的人都非常非常尷尬 舉個例來說 有一位哲學家當年在中國支持國民黨 他叫做英凱光 英凱光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 叫做趕快收拾人心 他在呼籲國民黨要收拾人心 這什麼意思 意思是就算是支持國民黨的人都覺得說 幹這個大事一去 人心都已經不站在我們這邊了 拜託你趕快好好做吧 好好這個重新重整人心 你就可以知道國民黨當時人緣有多差 好但流亡到台灣的國民黨 當然不可能承認自己的失敗 是因為自己倒行逆施的結果 他只好把責任通通都推給了 就是共產黨滲透藝文界的人士 既然如此 國民黨痛定思痛的檢討結果 就是我們也要來控制藝文界 1953年 也就是劉麻溝15號故事發生的這一年 蔣介石頒布了民生主義娛樂兩篇之補述 這份文件就成為國民黨的文藝政策綱 他們就是靠這個政策來控制藝文界 這套政策被稱之為反共文藝 順帶一提 台灣人幾乎都聽過十一柱形育樂 這六大生活領域對不對 這六大生活領域第一次在歷史上出現呢 就是在這個文件裡面 這份文件提出來的 前面的十一柱形來自孫中山的民生主義 前面有四個 那後面這個育樂是蔣介石自己補的 那為什麼要補育樂 因為育跟樂就是文藝政策 教育跟文化政策都在育樂這兩個裡面 就教育跟娛樂嘛 那回到反共文藝 這套政策顧名思義就是要求 所有文藝創作 不管是文學啦 繪畫啊 音樂 戲劇 電影 任何創作跟作品 都要去寫反共的主題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國民黨政府一方面 查進立場不同的書籍 逮捕立場不同的知識分子 這個就是流麻溝15號裡面 其中一個女主角姓子 王姓慧 是王姓慧吧 姓子為什麼被抓的原因 你還記得嗎 她被逮捕的時候呢 就是被拷打的時候 她只說她就只會畫海報 她不知道學生會幹了什麼事 結果那個逮捕她的人說 壞海報就是宣傳 有沒有看到 文藝政策在這裡發揮作用 其實這個邏輯從這邊來的 那另外一方面 除了逮捕以外 他們也花錢建立了很多組織跟獎項 來投資反共相關的創作 就以我最熟悉的文學領域來說 1950年 他們就成立了一個 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 這個會 講住了非常多的反共文學作品 類別包含了 你不要以為她作品只是防一點點 也沒有她投資的東西可多了 她類別包含了 歌詞、小說、心思、評劇劇本、話劇劇本 演講稿跟論文 基本上可以用文字寫的東西 大概都包了 在這樣編詞加紅蘿蔔的氛圍底下 1950年代呢 就整個台灣充滿了大量的反共文學作品 這就是為什麼 劉麻溝15號電影裡面的那些犯人們 會一直被動員去參加各種文藝活動 雖然電影並沒有描述他們參加的那些活動是什麼內容 你海報到底畫什麼 你書法到底寫什麼 但實際上應該就是一大堆 反共大陸、解救大陸同胞與水生火熱之中 之類的口號大集合 再次順帶一提 剛剛那句口號如果你覺得很耳熟 甚至你如果是比較年紀大一點的人 你小時候寫作文都會被要求用那句口號來結尾 對不對 那你現在知道這句口號是從哪裡來的 對 反共文藝連小學生的作文都要管 也因為這樣的政策鋪天蓋地 每一個能夠創作能夠表達的人 都必須要服從反共文藝的指導 所以你就可以明白 為什麼電影末尾的那一首牛離歌 會造成這麼嚴重的後果 看過我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沒看過進去看你就曉得了 好那不過呢 還是有個地方可以稍微說一下就是 流麻溝15號描寫的畢竟是監獄喔 他們面對的環境跟台灣島上的普通創作者 是不太一樣的 是更嚴格的 好我們先講普通創作者 如果你在1950年代的一般台灣社會 你不寫反共文藝你會發生什麼事呢 基本上就是會失去發表機會 你很難在這個文壇上出頭 那報刊雜誌不太會錄用你的東西 但是你又卻沒有去寫一些相反的東西 不要去寫一些挺共產黨的東西的話 那你就只是被壓抑跟埋沒而已 你不太會立刻遭到迫害 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日治時期活躍的資深作家 比如說張文環、龍英宗之類 他們在這段時間基本上就直接從文壇上消失了 因為其實他們能寫的東西是沒辦法呼應反共文藝的 但他們也不一定全部都會被抓走 如果他沒有去寫相反的東西的話 那面對這種前置創作自由的環境 大多數本省級作家是很難繼續創作下去的 因為他要你寫的那個反共你根本沒辦法寫嘛 本省級作家有幾個人建構共產黨 這開什麼玩笑 好那可是回到監獄的脈絡 劉麻溝15號裡面寫的綠島監獄呢 他們就沒有低調躲過這個選項了 電影花了很多篇幅在講一個情節 就是說這些獄卒如何逼迫犯人自願參加這些藝文活動 那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那自願的人為什麼還要強迫你參加呢 而且他們強迫的手段都很恐怖 可能不讓你吃東西啦 讓你去打石頭 重勞動弄到快崩潰啊 甚至用你跟你家人之間的情感來脅迫你啊 好那這其實就是在監獄裡面特別的情形 因為這個反共文藝政策呢 他其實在監獄裡面是有強制性的 你必須要參加才能夠證明你的思想已經被改造了 這些細節其實印證了一個道理喔 最可怕的言論自由的迫害跟前置 不是不讓你講某些話 而是你必須講某些話 而且你還必須講別人要求你說的話 那個在綠島監獄裡面你看到那個畫面 基本上就在表達這件事情 好那回到歷史 國民黨如此大張旗鼓的推行反共文藝 那結果有成功嗎 答案其實是沒有 這個文藝政策超級失敗的喔 1950年代風風火火推過一陣子的文藝政策呢 產出了一大批作品 但這些作品現在基本上都沒什麼人在讀了 因為大部分都太難看了 這個政策才推了差不多10年喔 藝文界的人士這些創作者 基本上就失去興趣了 大部分的人都開始繞開反共的主題 去寫一些自己比較想寫的東西 就算你給了很多獎金 大家也不想理你喔 這不只是政治立場與國民黨不同的人不想寫喔 就算是非常親近國民黨的文人 比如說大家課本裡面常選入的余光中 他們也都跑去寫別的東西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問題的根源在於 國民黨的文藝政策 程度實在是太爛了 爛到沒有任何腦袋正常的創作者 能夠跟隨這個政策 我前面提到毛澤東跟蔣介石 各自寫了一份政策綱領的文件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把剛剛講的那兩篇文章 找出來看一下 比對一下 你就會發現國民黨的程度 真的是爛到肉眼可見喔 毛澤東的觀點非常政治化 在他設計的文藝政策底下 很多立場不同的作品也會被批鬥喔 也沒有比較民主喔 但是 毛澤東能夠講清楚 我們到底要寫什麼 我們為什麼這樣寫 我們為了什麼人而寫 我基本上不同意 毛澤東的文學理念 但是 我能夠看到 他有理念 還有一個東西可以讓我不同意 而蔣介石的國民黨版本呢 很抱歉 我們是看不到這個文藝政策 要寫什麼 為誰而寫的 你更遑論 沒有辦法看到他去論證 為什麼要這樣寫 國民黨沒有文藝政策理念可言 因為他根本不懂文學 這裡從雙方使用的名詞 就可以看得出來 雙方的理念差異 毛澤東不斷強調 無產階級文學 他又指出一個文學 他要做的事情 但蔣介石主打的是什麼 他主打的是反共文學 你發現了嗎 國民黨的版本是反XX 他本身是沒有核心價值的 他只有一個想法就是 你們要一起討厭我的敵人 就這樣 那這就是反共文藝 為什麼會很快衰敗的原因 今天就算有一批 忠於國民黨的創作者 他們也沒辦法依循一個 空白的東西來創作 要反XX那到底要什麼 講清楚嗎 你其實講不清楚 因為你對於文學是沒有概念 你只是覺得我要用這個 口號來控制作家 控制其他創作者而已 好那以上所講的 反共文藝相關的內容 並沒有在電影裡面 大量出現 就是這就是為什麼 我可以補充的原因 但是這部電影裡面的 許多情節 其實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產生的 如果你知道後面的邏輯 你在很多故事情節上 你都會明白說 喔喔喔喔喔喔喔 原來是這樣搞的 原來他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折 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突然都會有一個歪斜的 你不同意很奇怪 但是有邏輯的東西這樣 那他也不是亂掰的 因為我自己是研究文學史的 所以我就會去特別注意到 這些奇怪怪的背景細節 那所以在這個影片裡面 我就把它補充給大家 也讓你知道 電影裡面所描述的那些情節 基本上不是創作者 自己去掰出來的 虛構出來的 他都是有所本的 好的 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 喜歡今天的影片也歡迎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或者加入會員 支持我們做的那些影片 那當然也非常推薦 流氓狗15號這部作品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也歡迎進電影院去看看 趁著他沒下檔 趕快去啊 我們下次見 或者我們戲院見